1918年 一场大流感席卷了整个印度 上千万人因疾病丧生 纵容在印度北部的北阿坎德邦地区 同样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北阿坎德邦的北面与中国西藏接壤 东面与尼泊尔交界 当地人普遍信奉印度教 他们身陷恒河的河水能净化人的灵魂 因此每当亲人死去 他们都会将死者抬到河边火化 让骨灰顺着河水流淌 在常规的时期 河葬能正常进行 但因为流感 死人的速度逐渐超过了处理的速度 很多在山上的村子 就只能在死者的嘴里放一块煤炭 然后把尸体伸到山谷里 但流感末期 有大量的尸体在山谷中堆叠 腐坏 而当时的人们完全不知道 在这些成堆的尸体中 会诞生出多么可怕的东西 1918年6月 印度的北阿肯德邦一带 发生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这里有人会突然消失 不同于普通的失踪 这种消失极其的诡异 比如在一个村子里 一个少年正与父亲玩耍 他转身去许个东西 回头就发现父亲消失了 少年取东西的时间只有大概十几秒 不远处还有好几个人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父亲是怎么消失的 还有一次 一对夫妻在家里睡觉 第二天早上 就发现在身旁睡着的 两个婴儿不见了 当天晚上 两人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 每次有人失踪 旁边几乎都有人在场 村里的人说 正是恶灵作祟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 骇人听闻的受害 一天恶灵 1918年7月到8月 当地的政府开始收得了越来越多的失踪报告 因为感觉事情严重 政府部门派了一些巡警 对失踪事件进行调查 出事的地点集中在北阿肯德邦的 普德拉普雷亚阁一带 这里区域大多都是梯田 村庄都建在耕地的上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俯瞰梯田 防止野生动物的侵害 经过调查 人们失踪的位置 但多都留有少量的血迹 这说明失踪很有可能 是野兽造成的 1907年 印度的查姆帕瓦特一带 发生过一场极为严重的火焕 硬是被当地人称作天灾的老虎 吃掉了400多人 因此他们才开始怀疑 这可能是孟加拉虎的所为 但问题是 村里的梯田是一片开阔地 几乎一望无际 老虎这么大体型的动物 怎么会让这么多人 无声无息地消失 1918年的一天 在鲁德拉普雷亚阁东面的 一个村子里 有两个村民在昏暗的家里抽水烟 其中的一人在抽完一号 将烟袋递毁了身旁的朋友 却发现水烟袋 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他正想骂对方怎么不接好 就发现对方坐舍的地方 已经空了 男子转身看了看门口 被吓得头发都竖了下来 他看到有一只斑点大猫 正有着他朋友的脖子 一瞬间消失在了门外 到了这里 当地的政府才终于确定 袭击人的是一只花宝 花宝是印度常见的大型猫科动物 它们在体型上比老虎要小很多 但这种猛兽 却极为擅长隐蔽于伏击 老虎藏不了的地方 花宝能轻易地藏进去 它们会花很长的时间 来观察猎物的反应 然后找机会一击锁猴必命 熊豹的体重通常在50到100公斤 但力量却大的初期 能拖着比自己种好几倍的猎物 轻松地爬到树上 因此只要稍微大一点的个体 就能够轻易地捕猎人类 因为十年前发生过虎患 印度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 凶兽捕捉记录体系 巡警在确定是野兽的作案后 会把凶兽在该地区的活动路径建立表格 然后派专门的狩猎队来进行猎杀 才开始 它们感觉豹子应该比老虎容易处理 然而它们很快就开始了解到 自己追踪的东西 是有多么的恐怖 根据失踪者遇害的大致方位 狩猎队很快就发现了一些豹子的脚印 也发现了一些豹子的粪便 有几次 它们跟着脚印来到了一片森林处 涅水开始狂吠不止 石人豹明显就在附近 可无论怎么跟踪 它们就是找不到豹子 与老虎不同 花豹擅长攀爬 因此它们的行动范围是立体的 有可能会藏在任何一棵树或者墙壁上 突然对人发动攻击 而最诡异的是 出现在鲁格拉普雷亚阁的石人豹 似乎还有种匪夷所思的智力 它会躲避猎血 完美地绕开各种陷阱 每次捕猎队跟踪的时候 脚印经常会在大树旁突然中断 仿佛它还会清理掉自己的痕迹 连续寻找了几个月 鼠猎队拿豹子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追捕的期间 又有村子出事了 一天晚上 有四个村民在家里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是在最里面的一个人失踪了 出事的人是一个中年女性 因为流感她病得很重 当天晚上没有任何人发现异样 正是豹子竟然从窗里卡了进来 准确地召开了满屋的瓷器 然后把屋里最虚弱的人给叼走了 白天找不到豹子 晚上趁人睡着了叼人 如果是老虎 还有可能正面对抗 但面对这只逆踪技能点满的豹子 几乎就是没法防御 手里队弄来了一些捕树甲 可不但没有夹住豹子 因为摆放陷阱的猎人还失踪了 隔了几天 有人在一棵树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因为事情闹得太大 当地政府出动了一支军队 对山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 并将对十人豹的悬赏 提高到了两万毒笔 但依旧是一无所获 最害人的是 在军队搜索的期间 他们发现了很多只被吃掉了一条腿 或者一只手的尸体 这说明豹子可能是感觉到了人类在追捕自己 因此在途中多次停止了进食 严重的示好 整片区域经常能看到只被砍的一半的尸体 杀不死 又堵不掉 当地的村民逐渐认为 这根本就不是动物 而是一只恐怖的恶灵 1926年春天 英国猎人吉姆·科比特 接到了印度北阿坎德邦政府的邀请 开始了对鲁格拉普雷亚格食人豹的跟踪 吉姆是对猫科食人兽方面的专家 十几年前 他曾经解决了查姆·帕瓦特的虎患 还杀死了一头出现在伯纳人的豹子 两只凶兽的食人数量都超过了400 在印度当地有着极大的名气 在吉姆到来前 北阿坎德邦对食人豹的狩猎 持续了整整八年 但豹患意志无法解决 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失踪 如今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只能求助于吉姆这样的专家 刚来到鲁格拉普雷亚格的时候 吉姆就感觉到 这里的氛围非常的诡异 住在周边的村民 白天会正常地工作和赶集 但到了晚上八点 当地人会自觉地 开始一种极为严格的消极 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敢随便地出门 抱患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地的作息 吉姆调查了最近的一次袭击事件 大概几天以前 有一个放羊的孩子 晚上有许多的山羊 关在房间里睡觉 到了第二天早上 所有的山羊毫发无伤 但孩子却被抱子给叼走了 在出室的房间里 全部的窗子都被锁住 当晚 男孩也用门栓将门插好 才开始大家都不知道 抱子是怎么作案的 直到吉姆在门栓上 看到了一排抱子的爪痕 他们这才惊骇地发现 抱子是从门缝里伸出爪子 打开了门栓 然后进入到房间里的 正是抱子 学会了自己开门 正式的吉姆已经超过了50岁 虽然体力大不如前 但对食人大猫的理解 却可以说是深入骨髓 吉姆没有选择跟踪抱子 而是直接找了多种山羊和绵羊 在各个区域里实施定点诱刹 在多次的变化埋伏的位置后 吉姆很快就感觉到 食人暴出现了 一般来说 吃过人的动物 会与同类的性情和行为有些区别 而正式抱子的行为 就与同类完全不同 在吉姆首点的附近 他发现了很多花抱的脚印 这些脚印先是在吉姆的周围 环绕了一圈 然后从另一个方向缓缓地离开 正说明在吉姆不知道的情况下 正是抱子已经先发现了他 而且从头到尾 抱子的脚印都没有接近山羊 看是冲着吉姆来的 中边的阿拉克兰大河 将抱子出现的区域 分为了两块地区 河上一共有三座桥 花抱讨厌游泳 因此吉姆让人将其中的两座桥封闭 然后他在唯一的一座桥上 搭了一个架子 如果花抱过桥 就能少在这里将他击毙 如果不过桥 那么至少能让他的行动范围缩小 然而吉姆在桥边守了好几天 完全没看到抱子的踪影 守桥没作用 吉姆只能想新的办法 他将一些遇害者的尸体当作了诱饵 在抱子经过的地方摆放陷阱 但抱子每次都会巧妙地避开 吉姆又把一些皮霜涂在了一只羊的身上 捆出羊的嘴巴不让羊去舔 看能不能毒死抱子 可抱子也同样没有伤当 而最诡异的是 不但抓不到抱子 吉姆还经常在自己的附近 看到抱子的脚印 他感觉自己在狩猎花抱的期间 甚至抱子很可能 也在找机会狩猎自己 1926年3月 吉姆将一只脖子上挂有铃铛的山牙 捆在了周边的一棵树上 然后自己和帮手退到了比较远的位置 想到这样或许能降低抱子的界限 等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吉人突然听到 铃铛猛烈地响了下来 于是赶紧冲了过去 但他们走到捆羊的位置 却发现山羊已经不见了 吉人绕了几圈 也没有再听到铃铛的声音 只好原路返回 而他们刚返回了几百米 就猛然在来世的路上 看见了一具山羊的尸体 山羊的喉管被咬断 脖子上的铃铛也不见了 在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下 吉姆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让身边的助手赶紧靠拢 然后几人立即向着山下移动 每隔几米 吉姆都划上一根火柴 直到几人跑到了最近的村子里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吉姆在昨晚下山的路上 发现了一排清晰的豹子脚印 正是豹子竟然反过来 将山羊当作的诱饵 然后一路跟在他们的后面 如果不是吉姆要求立即下山 在路上不停地划火柴 让谨慎的豹子不敢攻击 恐怕他们早已经死了 吉姆见过无数的大毛 但哪怕是查姆帕瓦特的天灾老虎 也没有这么的诡异 从脚印来看 正是豹子是雄性 年纪很大了 但是他的身体很强壮 他会观察人 智力很高 而最可怕的是 正是豹子有一种理人化的思维 根本不像是猫科动物 1926年4月中旬 吉姆与当地的区长商量 豹子曾经攻击过山羊 正说明他对山羊人有兴趣 目前只有让豹子 感觉攻击人类的难度很高 才可能将注意力 重新转回山羊的身上 吉姆让附近的村民加固好门窗 并且安排人带上猎血 在村子周边高强度的巡逻 然后他又一次 将几只挂有铃铛的山羊 放进了山中 他自己则躲在了一个距离较远的高架子上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靠堵运气 来远距离击杀豹子 如果再不能杀死 他也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前面的几天 豹子没有出现 等了接近十天以后 吉姆听到远方的猎血 发出了急促的叫声 直觉告诉他 豹子已经来到了附近 再过一会儿 他听到狗的叫声 朝着自己的这个方向飞了起来 整个山区里漆黑的一片 听着连续不断的狗叫声 吉姆只感到头皮发麻 他无法确定豹子到底是来到自己这里 还是准备去攻击山羊 等待了大概几分钟 山羊脖子上的铃铛 猛然间响了起来 吉姆赶紧打开了手电头 朝着山羊所在的地方照去 只见到一只体型硕大的豹子 正小心翼地朝着山羊靠近 他根本就来不及思考 赶紧凭赶去偷动了班级 豹子晃了一下 瞬间消失在了树林里 吉姆顺着血迹一路跟随 最终在一个被树叶遮挡的山洞旁 发现了死去的豹子 这只怪物终于被击毙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森林的迅速减少 豹子攻击人类在印度并不罕见 花豹与老虎的捕猎范围 有80%的重叠 另一方面是因为花豹会被老虎驱赶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花豹的数量更多 因此在印度 豹子伤人的世界要远远地高于老虎 甚至超过了其他食肉动物的总和 据报道 哪怕是在现代 在2000年到2019年 仅在北阿肯德邦一带 就有近300人遭到了豹子的攻击 56只使人豹被击毙 豹子无声无息地闯进门伤人 咬死家里的狗 在豹子与人类交集密切的区域 有些狗主人 甚至会在狗的身上涂上豹子的斑点 来想办法停止花豹的攻击 由此可见 当地人对豹子是有多么的恐惧 鲁德拉普雷亚格十人豹事件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约为125人 但因为豹子会将人拖到很远的地方进食 很多失踪者没法找到尸体 因此实际的数字 可能要比这高出了很多 经过测量 算上尾巴 十人豹的长度为2.3米 正是一只老豹子 它的嘴是灰色的 嘴唇上没有胡须 整个外形 变得跟普通的豹子有了一些差别 专家推测 导致花豹吃人的可能性 主要有两种 第一 是在1918年印度大流感爆发后 北阿肯德邦一带大量的死人 花豹是能食服的动物 在天然的食物匮乏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会吃这些食肉 而当疫情结束以后 豹子发现这种新的食物工艺链被切断 竟会很自然地开始捕猎人呆 第二 是人们在食人豹的身上发现了很多的伤痕 包括了各种枪伤和穿刺伤 这些伤口大多都已愈合 其中的有些伤口已经明显超过了8年 因此这只豹子也很可能是在被人攻击以后 才开始捕猎人类的 是一种类似豹服的行为 每一次不死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聪明 它学会了开门 学会了用幽耳来引诱猎人 最终变成了一只理人画很高的怪物 无论是哪种原因 可以确定的是 甚至是豹子身上发射的异别 肯定与人类的活动有关 1936年 距离杀死鲁克拉普雷亚格石人堡南边的200公里处 印度以吉姆科比特的名字 建立了一座国家公园 吉姆在鱼上投入到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 吉姆在他的书里写道 鲁德拉普雷亚格的石人堡 是印度最可怕的动物之一 孟加拉虎可能在吃人以后 会变得不再惧怕人类 但豹子在吃人后 却会变得更加的谨慎 不断地吃人 会让他们不断地学习 最终变成很可怕的怪物 正是豹子违反了人类的法律 因此必须被杀死 但有时候 到底是自然创造出了怪物 还是人类改变自然创造出了怪物 或许很难说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urdered